著名的法国幽默作家 特林斯坦贝尔纳 他有一天去饭馆吃饭 他吃着吃着呢 他对厨师的菜呀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赴过仗之后 贝尔纳呢就对一个waiter 对赐者说 请您把你们的主人找来好吧 饭馆老板来后 贝尔纳告诉他 你是老板吗 是 先生有什么吩咐 请你拥抱我吧 什么 请你拥抱我吧 先生 这到底什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拥抱你啊 因为我要告诉你 永别了 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这种菜这么烂 他永远不会再到这个饭店来吃了呀 所以他叫他抱他一下 拜拜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浪费时间和精力 有时候去跟别人争辩的 你们在工作单位有的人跟你讲不讲道理 或者有些人对你不好 不很无理 你用不着去花很多精力和时间 因为他根本没有开悟 他到不了你这个层次啊 所以抛开真名夺利的欲望 冲出人性的障碍 才能拥有一个慈悲的胸怀 来化解人间的烦恼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